今天PCB的业者将会跟媒体来进行一个参序 同时呢我们来关心到在整个PCB族群的部分呢 在今天真顶也要举行法说会 在昨天股价表态非常的强势 是攻上了掌停板 今天是稍有压回 难道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时机点吗 而为什么PCB族群最近强势的表态呢 也是因为跟整个Apple的新产品拉货的力道有关 再加上其实在整个日元的部分 慢慢的回升也有利于台厂 因为台湾的PCB厂跟日本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 如果日元慢慢的回升了 是不是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说就有利于接单呢 如果说PCB族群最近有这么多的利多消息 那么投资人又要怎么来进行选择比较好呢 请教专家 人来电话线上为您请到是前进同步的资深分析师 蔡明健 明健你好 主播午安大家午安 明健我们刚提到了好多的PCB族群的一些利多消息 我们也实际上呢做了一张字卡 让大家清楚的了解到 其实PCB族群里面也有分哦 这PCB族群当中里面是分为软版的厂商 硬版的厂商 以及专门做光电版的厂商 甚至还包含了软硬结合版的厂商 这软硬结合大概有哪些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303星的星星了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3037的星星K线图打开来看 就可以发现今天的股价距离3月14号的前波高点 大概是落在31块4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这前波高点有没有办法能够突破呢 在整个PCB族群当中 你又最看好哪一个区块呢 好的如果就PCB族群来看的话 因为昨天整个整体是涨停版的一个状况 所以市场上面其实又开始聚焦在整个软版这个部分 那其实如果就整个PCB产业来看的话 刚刚主播已经帮大家整理的非常清楚 那整理非常清楚的情况之下 我在帮大家补充几点 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接下来目前时间点是在3月底 那3月底接下来4月初就是公布3月份的营收 公布3月份的营收 那整体而言如果就整个台湾的科技类股来看的话 3月份的营收会比2月份好 但是会比1月份差 整体来讲不一定会比1月份好 那所以说目前来讲我们有看几个族群 3月份营收会比1月份来的好 会有几个包括在LED像半导体IC设计 还有最重要的是PCB的部分 PCB族群里面其实很多家都已经公布所谓的年报 公布年报几家公司听我大家做参考 你看一下像6274的台药 台药是做通波机板 也就是说PCB最上游的部分 包含软板包含硬板都会用到的一个通波机板的部分 那台药目前为止股价17块 那你看一下它去年去年赚多少钱 去年赚了2块钱 去年EPS2块钱禁止20块 禁止20块 那去年赚2块股价17块 那这个如果配息的话 这个现金的值率应该会超过5% 那台药的这是6274的台药 那除了台药之外 你看一下像2383的一个台光电 台光电的部分一样 它禁止也是20块 禁止20块 那去年一整年赚了3块7 也不是零多才赚3块7而已 那股价是不到30块 那其实台到台光电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 因为大家知道说整个一个PCB的话 它可能会用在一个低阶智慧型手机 或光电板或汽车板 平板电脑全部都用得到 那这里面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去搜寻 搜寻一些就是 接下来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点 可能就三星出了新的手机 那台光电是国内少数 能够取得三重大单的台商 那我打个岔 其实在星星的部分 也有传说接到了三星的大单 对 当然 如果是以信心来看的话 它本来3037的信心 本来就是PCB里面的领导厂商 可是实际说它股本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它这个获利跟整个所谓的那个 它因为股本比较大 所以它做的钱进来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那如果是台光电的话 台光电因为 因为如果说是整个一个三星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们中阶高阶的一个 领主舰厂商都是下给韩国厂商 那所以它只会丢出一些比较中低价的 比较中低价 那中低价的部分 你看像2383台光电能够接到 所以说它赚的钱就比较多 它赚的钱去年赚了3块7 去年赚了3块7 相对性来讲的话 如果以配息的角度 就是我们如果未来配息的话 其实现金殖利率 应该都有超过5%的一个实力存在 好 只不过在PCB族群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民间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669的台郡了 因为在整个PCB族群的部分 其实软板族群整体的表现 其实最为整齐的 堪称是2012年度 PCB产业最大的一个赢家 而PCB当中的这个软板族群的台郡 去年竟然赚了9块24 这感觉EPS非常的高 这个台郡你有怎么看 好的 如果就台郡来干的话 去年获利不错 非常好 那其实那为什么它会跌 因为大家在预期说 这整个苹果 因为去年第四季的苹果是大幅度的一个 第四季 因为它推新手机 说它第四季的一个获利还不错 只是说大家对于整个苹果 因为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它是余虑在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所以说台郡的话 它去年第一季赚很多钱 那今年第一季的话 可能就当下 因为新的手机都在去年第四季卖掉了 所以说今年第一季是所谓库存调整 那库存调整的时间点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如果说苹果接下来 它会推一个iPhone 5S跟整个低价的iPhone 它会推一些低价版的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台郡的股价已经先行做反应 它跌到82块5就是反应说 它的营收 这是反应苹果的部分 可是目前为止你观察到 包含这样投信跟外资都持续在买放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台郡虽然股本不是很大 但是它流动性还算够 流动性还算够 那股价也够高 那获利也算蛮稳定的 所以说这一家公司台郡你可以把它视为 把人近期操作软板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指标股 好 所以在PCB族群的部分 感觉起来内部也进行一个快速的轮动 昨天比较强的就是落在4958的真顶了 反而是星星比较弱势 但是今天就轮到了星星比较强势一些 只不过刚刚明健讲了 好多PCB族群后续的一些爆发力 大家也很想问的就是 整个盘面上还可以找到类似 像PCB族群一样 后续也是相对比较看好的族群吗 好的 如果就PCB来看 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坦白讲 因为PCB它是一个所谓的 它本益比比较低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都算很多钱 像刚刚跟大家所谈到 像台药它算了两块钱 有没有类似的个股或其他族群 如果说类似的个股的话 目前要找 可能就必须去找一些高值利率的股票 高值利率的股票 它可能不是不属于一整个族群 它可能就是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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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一种股票 那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帮大家做整理 好